现在就要请教记者舒芮 包括在这个南点北宋配送的区域 以及今天下午分区停止宫店 范围是什么 舒芮 好主播目前呢 就我们所得知的一个资讯来看 包含台北市在内湖的江南街 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万华 中镇中山内湖等多处 现在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停点 而且还不止台北市 包含新北市的中和土城 还有三重家乐福 板桥 新店 五谷 卢州 以及树林 也都有出现大规模停电的一个状况 甚至呢 我们看除了大台北地区 其他县市呢 也遭殃 包含桃园的巴德 平镇 大西区 也有区域性的一个停电状况 以及呢 像新竹的聚城百货 还有清华大学 也有一部分区域出现停电 另外还有包含南投市 珠山镇也有停电的情形 以及台东的金峰乡 太马里乡 也都有出现停电 还有包含海瑞国小 以及海瑞湘公所附近的社区 也有突然断电的一个情况 以及基隆呢 还有高雄的巨弹呢 也因为停电 电动门一度卡住的一个情形出现了 那么呢 提醒大家就是 现在呢 目前高铁有回应说 是正常营运的 没有受到其他的影响 可是呢 现在呢 在整个台电的官网 现在已经是塞住的状况 而且相信有很多的民众 在稍找的时候 在手机都有出现一个紧急警报的简讯 内容讲的就是说 电力中断的一个通知哦 那么时间点是在今天下午的两点三十七分 原因就是因为新达电厂 因为事故全场停机 所以目前的系统供电能力是不足的 预计在今天下午三点开始就 执行了紧急分区轮流供电哦 那么包含呢 就我们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 就连指挥中心 正在开记者会的这个地方 也都已经出现了断电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大家都很好奇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状况 为什么新达电厂会突然全场停机呢 那么台电也表示说 他们正在调查当中 并且呢 已经要求闲置的机组 立刻上线供电以及核电厂呢 都必须要来帮忙协助 这一次的一个断电状况 来加入这一次的供电了 那么再来我们要再帮大家统整一下 目前断电的一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在台北市内湖江南街 还有东湖南港万华中和中山 等多处都有出现大规模的停电 以及新北市的中和土城 加勒福板桥新店 五谷 卢州 还有树林 也有出现大规模停电的情形 以及刚刚提到其他县市 包含桃园 新竹 南投 台东 基隆 高雄 也有部分的地区出现了突然断电的一个情况 那么要提醒大家就是 如果说有突然出现断电情形的话 提醒大家如果是有开车 骑车在路上 有可能就会出现红绿灯号制 暂时无法使用的情形 所以呢如果是有行车 特别都要把速度放缓了 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台电的一个最新情形 台电现在呢正在进行持续的调查当中 那么这一次会出现断电 就是因为南部的新达电厂 因为事故全场停机 那么现在大家也最关心 到底是什么事故导致它的这个系统供电能力不足 那么也提醒大家在今天下午三点过后呢 包含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地方 大台北地区 还有桃园新竹中部南部之外呢 如果观众朋友有遇到说 这个家里可能有出现断电的情形 也不要太紧张 但是呢如果是有行车开车 或者是稍后要下班的观众朋友 都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断电的状况可能都会导致说 在马路上的这个号制呢 可能都会一度是无法使用的 那么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大家来关注 以上是现场最新状况 请订阅按赞分享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